各位真的有興趣要用OBS就是做直播 其實跟我們一般用YouTube、Facebook直播 理論上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不是透過什麼 不是透過網頁 而是透過這個軟體來幫你做 那 第一個動作呢你要去做設定 說這就是在這裡 不是這裡 在OBS這邊 你的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設定 這裡有一個叫設定你可以按進去 按進去 好按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叫串流 就是這裡 他目前支援的串流服務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各位應該知道最近有一個 最近有一個行業叫做 遊戲主播嘛 對不對 遊戲的 播報的就是他報導的人 他就把他自己的畫面 加入到遊戲 別人遊戲的畫面裡面去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報導一下我是怎麼玩怎麼玩啊 之類的 甚至有一些訪問啊 都一樣 那 所以你看YouTube可不可以做遊戲 Twitch啦 然後 Dailymotion我如果沒有記錯這個是那個 歐美的那個 就是播放那種 追劇的 不一定要介紹這個嘛 不一定要介紹遊戲 可不可以介紹哪些劇情 對不對 喔 也可以 有沒有Facebook的 所以你知道選 選擇 看你的是哪一種 比如說假設我是YouTube 好 那重點呢 所有的都一樣 需要一個東西叫做金藥 金藥 也就是 你拿到這個金藥之後 你把它 按直播 就代表 這是你 就是你的身份證 你看我們 你們應該還沒有開始報稅嘛 我們一般有那個 就是如果你要報稅有一個東西叫自然忍憑證 就跟那個概念一樣 所以金藥 不要給人家看 給人家看了之後就 哈哈 別人就 市面幫你做有的沒的這樣子 那你了解 可是金藥去哪裡找 從這邊 假設你要到YouTube上的話 從這裡 像我的在這裡有沒有 在這邊 你就找到這裡 有一個叫做 創作者工作室 在這邊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直播的嗎 有沒有即時串流 這個 即時串流這裡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金藥 看到了 當然不能按顯示 你應該知道意思了 這樣知道了 你知道Facebook也是雷同啦 就是你把那個金藥 貼到那邊去之後 你再回頭來 OBS 來這邊 按 開始串流 真的就可以出去 不過就像我剛剛跟各位提醒的一樣 你真的要做串流之前 最好 你把這個 隱私設定 設一下 因為你要做測試 你不是真正要開始 如果真正要開始 當然你可以選擇 甚至你可以預約喔 有沒有安排下一步 直播的時間啦 因為有的人 錄了會上癮喔 就會有連續劇喔 真的真的 現在網紅是真的很多 不過我必須說 就是 都是大起大落比較多啦 對不對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一個人要準備所有的事情 節目企劃 拍攝錄影 廣告宣傳 你是什麼都要會喔 還有一個 剛剛都只是做節目的什麼 日常工作 你要講的內容要不要準備 要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 這些網紅都通常都撐不久 尤其是靠這一種 靠這一種的 你應該知道意思啦 大部分都是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說真的 影音方便了 早期大家只是說 看熱鬧嘛 你有在直播 那有在直播 好像很好玩 可是 最終 最終 你還是會發現 就好像你在看電視節目一樣 你也會挑 有沒有 不是說有節目就好 我要 好的節目 優質的節目 我才要看 不然幹嘛浪費時間來看你 在那邊招手弄枝 對不對 這種是撐不了多久的 對不對 就是比較表面的東西 只是 看一看而已啦 OK